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MING PAO TORONTO 您先來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 公民心動引記入治療合庫 我们联合制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去了解一些 正义性议题背后 比较制度性结构性的一些问题 让大家不只是在看热闹 也能够去看门道 关系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们其实经常在讨论 有关于实刑或者司法相关的议题 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 徐志强这个案子 当时在访问林永宋律师的时候 其实也发现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真的是疑点重重 不过上次是一个专访 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跟徐志强有关 可是我们要再做更大的延伸 是因为最近有一部纪录片上映 叫做徐志强的练习题 那这个练习题的这部片子 其实就除了把这个片子里面 做了很多较深度的讨论之外 或者是厘清案情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有关于这个议题之外 整个台湾司法问题 甚至跟人性有关的相关的讨论 我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这部片子的导演 姬月金 小季你好 管老师你好 片子拍完了 花了五年的时间 你现在的心情 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 拍完之后最大的想法是什么 徐志强在我们适应的时候 他说了结束了 可是我现在拍完 好像很多事情还没结束 什么样的事情还没结束 因为拍完要给观众看 我们还没让观众看到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在前半部好像感觉是一个导演 或者是一个做记者去做某种的调查 可是其实很多是在 比较在圈内人 包括刚刚之前的视片 或是你拍的短板 现在要去面对的是整体的观众 这个会让你有一些担心跟焦虑吗 当然会 因为整个影片的拍摄初衷 其实是从站在所谓一般观众的立场去切入 其实这个初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想要跨越 所谓的本来这些关注司法人权的同温层 或摄影团体 而是站在所谓一般人民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我会用这个角度去设想 或者去做的目的 其实也就是要跟一般民众对话 那现在其实还是考验的开始 他到底有没有办法跟所谓的一般民众 所谓的圈外 我们讲的所谓的 比较不是摄影圈 圈外的人真的去沟通 这里面的一些东西 现在才是真正的考验 不过应该还好吧 因为其实这部片在台北电影节里面 得到了这个观众票选奖 所以看起来观众在这么多的片子当中 对你们这部徐志强的练习题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喜爱 我非常感谢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当天的观众 到底是圈内还是圈外 没有看不清楚 可是非常感谢他们支持这部影片 那也因为这样其实就是说 我们开始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点信心 或许它可以慢慢的拓展出去 所以后续的这些上映的计划 也即将展开 我们的片子即将在8月11号 在北部地区先做上映 为什么你会想把它设定成为一部 给特定观众 一般普遍大众看的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呢 应该这样讲说 做任何的影像的拍摄影像的记录 它的目的恐怕都是要去推广 不是让更多的人理解跟对话 可是对你来讲好像它是一个特别的事情 它不是特别 也应该是说你必须找到一个跟某些 就是说所谓圈外圈这个观众对话的角度 所以你们要 对我来说我必须要去理解 就是说为什么人家会 人家怎么看所谓的这种争议性议题 或者是争议的司法性议题 然后他们的角度是什么 所以这方面的东西我会去多想 或去多参照一下 然后再来做这整个影片的设计 观众会怎么看可能涉及到先 第一部就是导演会怎么去看 就导演你怎么去看这一部争议性的 这个不是片子而是事件的本身 所以我想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出发点 一个出发点就是说 其实你已经有定见了 例如说我就是反对死刑 或者是我就觉得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冤案 另外一个可能是抱持了一种 所谓的探究的这种所谓的思考 那在这两种不同的基础之上 它所发展出来的影片的叙事 或是在资料收集 应该都会不太一样 你自己在拍这部片子之前 你是抱持了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跟思考 其实在拍这个片子之前 我的确连什么Face联盟的人 或者说司改会这边的人 其实我完全不认识 比如说我以前的经验 没有接触到这边的 比较是人权或司法团体的NGO 那 不过你不是在那之前 就已经非常关心社会运动的议题 对 可是我并没有接触到这些团体 就是说司改会或者说Face联盟 Face联盟 其实我完全不认识他们 好那 是因为公共电视 就是说这个 找我来拍摄这个 这个制作人 吴东木 那他的介绍 我才第一次认识他们 嗯 那 呃 认识他们之后 当然其实 呃 呃 一篇文章 就是在一篇 一本书叫正义的音音里面 他已经写了 徐志强篇这样子的 呃 文章 可是对我来说 其实我都会觉得 那是二省资料 嗯 可是我就觉得 哎呦 我还没看到徐志强 嗯 我会不太相信 这些说法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你对于之前 可能包括吴东木 或是Face联盟 司改会所提供的资料 是有一些疑虑的 是有疑虑的 的确 真的这个疑虑是当时是存在的 我会觉得说 会不会 呃 他们还不知道什么东西 嗯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 呃 知道什么东西了 嗯 可是就是说 会觉得还是有疑虑 嗯 所以他那个时候的机会是说 2012年他 他要 他要出来了 嗯 5月 5月19号凌晨 他要即将出来 所以 啊 这些团体们非常想要说 开始开启一个 纪录片的拍摄 嗯 对 那我就在这样的机缘下进来 那这个机缘下进来 其实一直都是 很呃 对我来说应该都是 的确都是一个蛮怀疑的阶段 嗯哼 那他出来之后 5月份出来之后 呃 我是慢慢的 其实都是很远 很远远的观察他 嗯 我没有办法其实跟他太太靠近 我也不太想太靠近 嗯 都是他来到 例如说施改会 参加活动 读卷宗 我就在旁边 就是 远远的拍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呃 其实当时的状况有一点就是 我自己也在忙我的结婚 嗯 就是那个阶段我其实没有办法完全投入这个案子 所以有很多场合其实是 呃 当时的朋友一起协助拍摄的 所以我对他真的不是很熟 嗯 好那等到我后面其实 呃 开始要去拍摄的时候 我又觉得 呃 的确会有些害怕 因为我片中有讲到说 我会有一些对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的一种恐惧感 嗯 所以我的确其实也没有想说要太接近他 嗯 而且他刚出来 说实在话 可 我也会 当然也会想说啊 他可能需要跟家人的空间比较多一点 所以其实 刚开始是没有说很积极想要去进入他的家庭 去了解这整个整个状况 大概过了一阵子 大概到八九月份之后 我就说这样不行 嘿 我完全其实只是都是临散的知道这些这些这些讯息 那不行一定要呃 从头的重返了解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在八月份有几天的时间 是去做一个呃 所谓重返现场的采访 嗯 也就是说许志讲他有一套说法 他那套说法他九月一号他在什么地方 那之后他又在什么地方 然后之后又去哪边躲了起来 我们就去整个跑一遍听他讲话 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慢慢开始松动我本来对他的怀疑了 嗯 因为呃其实最主要的一场其实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在一场在施改会的那个那个呃 他在讲卷宗的事情 然后就讲到他的这个表哥黄明泉 嗯 他就讲到说他这个表哥在九月一号犯案之后 九月中的时间他就去泰国 嗯 而且又是他 就是徐志强自己本身送他去机场 嗯 我那时候听到那个时候然后看到那个表情的时候 我真的会觉得 你是讲真的才讲假的 你自己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对因为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表情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反应 我会觉得你真的好像完全不知情 嗯 嗯 心中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在片子也把我的那种疑惑给留了下来 嗯 我就说你真的不知道 嗯 我真的是心中充满疑惑 然后再看他的表情 嗯 然后你看他的反应就是 他真的不知道 嗯 不过 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拍纪录片的过程 一开始你想要刻意有一定的距离 因为你不清楚 但是你接近了 那当然你的拍纪录片一定是要进入到那个现场 或者进入到这个人的某个生命系统里面 他才有可能 谈得更清楚 可是他又会容易产生某种的同情 或是某种的被引导这个过程 那难道你不觉得你是一个被引导 或是你有当下有这样一个怀疑吗 当然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 假设你有这样的一个怀疑之后 那这个事情应该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包括几个共同的这个所谓的被告 或是包括整个司法系统 你怎么去面对这些 跟徐志强说法不一样的这些体系 对 首先是看到他的说法吧 这个是大概 就是说他出来之后 我这个阶段进入来的人才有的机会 要不然他以前就是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 那听说他也都不太讲话 所以其实没有人 就是我觉得我得到的一些意见 其实就是说他就是不喜欢讲话 所以我是他出来之后才有办法接触到他 然后听他这样子讲话的人 那当然自己心中还是会有疑惑 所以我还是想要再去求证 所以后面的阶段其实就是去访问他的律师 然后这个相关的这些指导案情的几个律师 这样子 那我还有一件事情 其实让我印象就是 那个时候其实很深刻 就是我访问到一位 其实是林永宗的这个律师事务所里面 其实当他开始进来的时候 就开始在处理是徐志强案的这位 年轻女律师叫严欣宁律师 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件事情 就是大概是根基神 他们那个时候开始就要进行交互结问的整个过程 所以他们去把徐志强 就是要问徐志强的整个题目列下来 那通常律师就是把这些问题列下来之后 他们就要去监狱里面律箭 去看他的这个当事人 他的这个被告 然后大概可能要跟他套一下话 我们一定要问你什么问题 我身上这样子的事情就对 结果严欣宁跟我讲说 他们把列用题列出来 他们就在讨论说 他们要不要去律箭徐志强 结果林永宗跟严欣宁他们就讨论说 如果他讲的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开始有所看他 我们直接到法庭上面问就好 我那时候也听到这个我也是很压抑 就是他的律师居然敢做这样的事情 表示他其实是某种程度非常相信 徐志强讲的东西 好然后这两件事情其实我合起来 再加上我自己的整个去拍摄的过程 我发现徐志强的讲法 几乎没有变 就是他讲的故事的内容 你不管怎么样去问他 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变得其实都是对方的状况 所以其实这就已经松动了我当时 其实原先的那种怀疑了 我真的会觉得说 他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而且他也有相关的这些不太常证明 当时的这些法官 他都不采用 那个时候已经其实让我非常 某程度我已经情绪起来了 就会觉得说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才会后来 变成是一种有点像是 自己也想做一点事情的那种想法 不过这终究还是 许志强的一面之次不是吗 对 应该是说 如果你要讲的话 是辩方这边的说法 的确这个片子 我们当时想要去采访 所谓的这个 黄春琪跟陈毅荣 另外一边的这些的角度 可是其实没有办法采访他 那这个就是这个影片 当时原先最初的一个困境 没有办法采访的原因是 监所的典域长他们 其实不让我们进去做任何采访 有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办法 在这个阶段 因为其实黄春琪跟陈毅荣 其实在这个2012年那个阶段 他们都是死刑犯 而且是台湾其实在狱中 已经生存最久的死刑犯 他们就是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 所以他们一直没有被执行 那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狱中 像以前打国杀人祭司那样 去采访到他们的说法 所以事实上对另外一边的说辞 我一直以来的资讯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透过侦察卷里面 他们以前陈述的内容 知道的 大概是只有这个状况 那当然到最后面 其实2015年2016年的时候 其实这两位 共同被告 FACE联盟当然还是在帮他们争取 其实不要去执行执行 所以他们有委托几位律师 就是去协助他们 那我们有透过就是去问一下 其实他们还是非常 黄春节还是他们愿意 愿意接受我采访 可是问题还是就是监狱不放 所以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采访到他们 不过他们的说法他们有写信出来 那个说法还是一样 就是说徐志强是主谋 然后这个就是 就是问题的责任在他们就对 然后他们两个人 其实有点像是帮助犯的角色 然后罪不及时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真正采访到他们自己的说法 不过也因为他没有明确的证据 从一个无罪推定的原则的 这个所谓的前提之下 当然徐志强还是被无罪释放 那当然这部片子里面 其实不只是在谈到 刚刚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司法的过程 那其实他面对到 是一个更庞大的司法体系 以及刚刚在一开始 我们谈到说这是一个练习题 到底对徐志强的练习是什么 以及对于导演的练习是什么 我们待会再回来谈这个问题 欢迎您收看这个礼拜的大圆载报新闻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 在7月28日早上协同一名外籍渔工 到劳动部前陈勤 TIWA表示 这名渔工因为雇主急欠薪资 遭到仲介强迫要把他遣返回国 向安置中心寻求庇护 却被劳动部助纪委逃跑外劳 影响求职 该名渔工已经有一整年无法工作 毫无收入 明明书统计显示 截至105年底 已经有超过5万名逃逸外劳登记在案 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6条的规定 只要连续矿值3日失去联系 就可以通报为逃逸外劳 移工团体认为 雇主通报移工逃跑很容易 要移工取证撤销自己的逃跑事实 却相当困难 应该立即修正该法的相关规定 逃远航空城反破千联盟 在7月25日上明到营建署抗议 反对2014年通过的航空城开发案 展延开发的期限 这个开发案计划在今年的7月29日 就要建满 营建署却在最后关头才排案 要求展延开发 令反破千联盟的民众直呼 不给予充足的时间审议 俨然是把都市计划委员会 当成相比徒征 2014年通过的开发案版本 征收超过3000公顷的土地 相较于6年前多了整整两倍 许多住户不买仲介介入此案 把原本不需要征收的土地 再度划入开发区域 然而 尽管民众在当天上午 积极到都纪委员会进行游说 营建署最后仍然表示 会议结论以国家发展需求为由 通过展延 缠送十多年的RCA工商求职案 在7月27日进入二审截变 律师团员们准备了纪录片 拒绝被遗忘的声音 要当成播放 再替众多卧病在床的员工出庭发声 却因为不符合程序而遭到反对 1970到92年间 美国无线电公司在台设厂 将有机化学废料排入厂区 员工常年接触 晚年纷纷离癌或死亡 律师表示 希望法院能够做出太创性的判决 而这场官司最后的结果 也将成为未来相关工商案件的重要指标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忠祥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这个议题 其实也是长期我们所关心的 有关于人权有关于司法 甚至有关于死刑的一些议题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许志强的练习题 那这个练习题其实不是只有在一个许志强 在面临这个案件 他所人生的各式各样的遭遇 或是各式各样的一些挫折或是困难 甚至最后的欣喜 这个练习题恐怕是导演的练习题 也会是整个台湾社会 都必须要去重新面对的一个问题 今天在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季月景 季导你好 关老师你好 这部片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徐志强的确在他的人生里面 面临到很大的波澜 这十几年 我觉得我们不是当时我们很难去理解 那个过程的一些 我们待会有机会再来看看 你怎么去看徐志强的整个历程 可是这部练习题里面 其实有趣的是 你不是只有在谈徐志强 你也把自己的经历 把自己的生活 甚至把自己的婚姻 甚至对整个司法体系的看法是 做另外一条轴线是放在一起的 当时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轴线去谈 以及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练习到了什么 或是你需要练习什么 刚开始在设定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本来是以为 我应该会用一个比较客观的 就是第三人称的方式的拍摄 然后去进行 就是我可能没有旁白 就是主要呈现这个方式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刚刚 上一段其实有大概讲过 就是我经历了从开始找资料 我认为这个人应该会是 应该是会是一个混混 要不然他怎么会有一个 读博性的前科 然后才慢慢 然后再后来慢慢开始去认识他 然后知道他的状况 然后知道整个 那个 刚刚讲到那些 让我惊讶的几个电影 以后 我才发现 原来耶 原来其实这就是有罪推定 原来其实我们人 会很容易有罪推定 而且这就是我们的人性 那我那时候才意识到就是说 那我更应该要又从我自己出发 去讲我怎么经历这整个过程 这个角度应该也会是很多人 我们刚刚讲的很多社会大众 他在不明就里 看到媒体的报导 片段的摘要之后 他也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 产生这样的想法 可是 他并没有办法像我一样 真正去重新认识这个人 那好 那我去了 那我应该要把我的历程 而且我怎么转变的这个过程 其实 慢慢的把它给处理出来 所以后来其实在 不管做短板 或者说做长板的一种 处理做法的时候 第一人称的我 然后那些整个在 过程当中 思辨的那个转折 其实是就会放进来的 那也就是我其实在 因为这个片子的整个拍摄过程 我的练习题 那这个练习题 当然最简单的 其实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本身 其实有很多局限 我们会受到这种 这种 刻板印象 或者说媒体拍照的特殊角度 其实会受到他们这些东西的影响 你影响你有时候 一个印象你就下了 一下之后 你很多东西都回不来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 尤其是我们媒体人 其实蛮重要的一个 要去探讨的东西 那当然你刚刚讲 徐志强有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练习题 可是这个练习题 其实也都是 其实你说那个深刻的本身 其实都是跟人有关 他当时的好朋友 为什么要险害他 他可能一直在想 而且还是自己的好兄弟 好兄弟 对 亲戚 然后朋友 那为什么要一直说他 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其实都会回头去看一个 其实当然 你知道有罪推定的人性 以后制度面的部分 它就会延展出一个 我们刚刚讲 无罪推定原则 对 这个其实当然 待会我们再继续谈这个司法体系的问题 可是有一个部分 就是在于说 在这部片子我们看到 你自己的一些反思 一些反省 或者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是跟这个事件本身的对话 可是另外一部分 这个是你的反省 但是对社会大众 你有期待吗 我想说这个所谓的 被刻板印象 这个所谓的引导 或者是存在的某些的偏见 甚至一种有罪推定 它恐怕是一个很大的文化的问题 例如说 我们对于坏的要长什么样子 我们是有刻板印象的 我们会被 消民带风向 或者是我们甚至带种族 在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 阶级上面 都存在这种刻板印象 什么样的人 大概会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有办法 透过你这个片子里面 到底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你希望 大家看完这部片子里面 可以想到什么问题 如果说真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真的有什么改变 可是我真的会希望 其实影片的整个 做完下来的时候 大家 其实每个人都会做价值观判断 然后 刚刚讲那些刻板印象 那个东西 我希望这个影片看完的时候 观众如果跟着我一起进来 这个整个去做这个探究 怀疑 搜寻 然后慢慢自己解惑 这个过程之后 你说 我希望给你的练习题是什么 我会希望的事情是 大家对于自己 价值观判断的 这个过程 你还是会有价值观判断 最后你还是有一个价值观判断 可是你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下 你是怎么做下这个价值观判断 你是被什么东西给影响 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我甚至于虚望观众 其实去理解到一件事情 我也只是 这众多故事说法的 其中一个 说故事的人 法庭里面的每个人 其实都在说一套故事 检察官在说他的版本 这个律师他在说他的版本 我也只是其实 用一个方法去说故事的一个人 我们呈现出来的这个 故事的样貌 其实某某程度都是被重新建构过 建构过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办法 推到20年之前 知道 20年前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可是 总有一个说故事的方法 但是 其实这样说起来 非常的虚幻 也非常的后世代 但是他还是有一个事实 必须是存在的 我认为 那个事实只能接近事实 也就是说其实这也是 你会发现其实我整个影片 当时会让我有兴趣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是 纪录片在探讨真实 影像我们在探讨什么是真实 法律当然他也在探讨什么是真实 所以他们会有各种时期的演变 那就比较他们专业的说法 他们有所谓的职权主义 推演到所谓当事人进行主义 可是那也是一个 其实他们对于真实这件事情 的一种 检讨 你刚刚谈到法律也在探讨真实 甚至整个法律系统都在探讨真实 例如说许志强这部片子里面 我就觉得他跟这个苏案 苏建合的案子非常接近的地方 例如说在整个的法院系统当中 里面有提到说数十个法官 事实上他们都做出同样的判决 那这背后其实有一部分是 整个系统制度的问题 另外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 这个所谓的文化 这文化除了我们刚刚谈到 那些刻板印象之外 其实包括学长学弟之间的关系 或是法官不容被挑战的这种文化 事实上也存在在这个当中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现象 这一套的系统是有帮助于 我们去了解或是接近真实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 我是一个非法律人 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非常大 我也很难回答 可是的确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真的非常想了解这件事情 就所谓的三级三审 法官的学长学弟制度 然后这个律师批判的所谓的检审一家 到底真的在法官系统里面是 怎么样被影响的 那律师也只是律师的说法 真的会这样吗 我其实也是充满着问号 你自己的感受呢 可是在徐志强案里面 我觉得我确切的感受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的确还没有办法访问到 徐案的这七十几位法官 他们到底什么历届到底是怎么审判的 因为毕竟这个案子 拍摄的时候还在审判之中 所以事实上我去采访都会得到一个回应 就是这个案件还在审判之中 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回应 所以可是我还是想了解 所以我们就去从苏建合案这个地方着手 那苏建合案里面 2003年第一次判决苏案无罪的这个法官 江法官 他就是我们去采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他就在讲到90年代这个2000年初期的这个时期 他的种种压力 在影片里面他就有大概谈出来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从 导播是阿兰记事一的这个纪录片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当时其实有很多这个 这个这个 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法官 他们是怎么样出来开记者会 来讲苏建合案的相关问题的 那你大概可以这样感受到 那个整个法院的层级的压力其实还是存在 到现在会不会有 我不知道 可是我必须后面讲一件事情就是 庚九审其实现在判 徐志强案无罪的这个法官 其中有一位也离开了 法官的这个职位了 当然是什么原因我不清楚 可是一个愿意去坚守无罪推定原则 然后的一个法官 他其实现在又在法官的这个系统里面 他待不下去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我真的还是很好奇 这个练习的部分除了 我觉得整个司法系统 或是法院系统当中 他必须要整整体的 重新的去检视 或是自我的形式之外 其实这个练习 其实我觉得 里面也看到一个对人性的练习 这个人性的练习 其实我觉得 许志强的这部分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例如说他还在跟九审之前 当他受到访问的时候 其实他对于所谓的未来 他是没有什么太大希望 甚至你可以看到某种的怨对 怨恨在里面 可是一旦他后来这个所谓无罪之后 相对之下比较有信心的 对 你怎么去看他自己的这种转变 我觉得 这个是我影片里面 当然一直没有办法 有个放的一个过程 然后其实 我一直在想 其实 大家都会讲 那到底你是怎么转变的 那许志强 这样放下是很困难的 对 他非常困难 可是这也是我影片当中 其实我没有放到 可是当然他在每一场座谈会里面 观众都会问到 就是说你到底是怎么转变 你怎么可能有办法放下这些仇恨 那许志强都会讲到一段经验 这段经验其实就跟FACE联盟 现在的执行长林欣宜是有关的 因为当时其实林欣宜 是因为卢正案 他那个时候在民进党上台之后 卢正案 就在陈定兰的这个手中 其实签下了死刑执行率 他们非常的伤心 他们认为如果台湾 其实那个阶段如果没有死刑的话 今天卢正的命可以保下来 所以他们那时候非常积极 也非常想尽办法 他们认为其实徐志强就有可能是下一个 所以他们当时就成立了 应该叫做替代死刑推动联盟 对 然后去想要保住徐志强的命 那那个时候的口号 出来的口号就是 废除死刑 要从徐志强开始 所以徐志强跟FACE联盟的关系 是非常紧密的 那徐志强为什么会开始重新去相信 人会改变 相信司法制度会改变 其实跟FACE联盟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在那个阶段 其实那时候是徐志强还在被判死刑 也就是说他是遭受到这个 司法制度最严厉的处罚 死刑三审定验的一个星期的这个定验 在死劳里面 林欣怡那个时候跟 有一些机会 跟一个国外的摄影师 日记媒的摄影师 丰奸聪 也跟这个PMN的记者吴东穆 他们有一个机会去监狱里面 看徐志强 徐志强 他后来讲到那段过程 他说 那时候林欣怡来看他的时候 他就只是握住他的手 什么话都没有讲 可是他可以感觉到 林欣怡是相信他的 那那个东西其实非常的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他从那个阶段开始之后 当然不可能马上改变 就慢慢的慢慢的 其实会觉得说 真的有人相信我 真的有人相信我 其实是无辜的 因为对他而言 对他而言他会认为 这几年来 其实这个司法制度就是 从来不相信他 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希望的开始 对 所以他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转变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 我觉得他后续其实 你会看到这个 就是说徐志强他这个人 其实后来慢慢充满着 一种稳定跟能量 大概就从那个阶段开始 其实我之前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都觉得他在讲他自己的事情 好像都在讲别人的事情 除了有时候会稍微 情绪会拉抬起来之外 大部分都是一个非常平稳的状况 对 因为我听他讲多少一件事情 他在监狱里面的16年 他完全没有哭过 这我认为非常的难神奇 他不会因为这个司法制度 怎么了 去丢下一粒眼泪 他认为他没有错 所以他从来没有在监狱里面哭过 那他是在跟九神 无罪判决之后 听到那个无罪判决 他才在法院里面哭了 所以我会觉得他那个整个人生 在那16年的那个经历里面 真的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可是他也因为这样子的这种高低落差 其实也看到人性最恶劣的一面 也看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 这部片子不只是徐志强的故事 其实也是你的故事 那特别是一开始我们看到你结婚 到最后一幕的时候 你告诉我们你离婚了 这个过程 为什么要放到这里面 然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很好奇很关心 我其实反而会想说 真的好奇跟关心嘛 就是 或者是说 因为这样 应该是这样讲 我觉得我没有 影片本身里面 我没有想要 再去很制度化的 或是很教条化的 再去谈无罪推定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因为我后来去思考这些东西 这些法律 这些原则这些条文 其实 当然 听起来好像冷冰冰的 可是事实上 这些 这些条文的背后 其实都在思考的是 人跟人的关系 我觉得每个法律人 他们不是 他们不是每个人 就生下来就是 只是会被条文 对 而这些条文背后的设计 其实在探讨上还是人 人跟人之间 到底要怎么样相处 那我会觉得 许志强的案件 你就看许志强的案件 那也是跟人跟人之间的 问题啊 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跟他 亲戚兄弟之间的一个相处的过程 可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时候 会跑到法律 跑到法院里面来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其实是你跟你最接近的人 或者跟你身边的人 你其实在思考的事情是 你怎么跟他相处 那这个才是其实最原本的根源 法律会有法律 他要解决的方法 可是法律有很多东西 他解决不了 那我们还是要回到 我们的日常 我们的日常 那这个日常 当然我在影片的处理 其实是用一个结婚跟 这个离婚 作为一个开场跟收场 其实不是我预期的 结婚当然是我预期 当然之前就发生了 后面会离婚 其实不是我预期的 而这个离婚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经验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其实我也 我也会有很多愤怒 会有很多 其实会想要 动手打人 杀人 等等的这种欲望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 会有的 可是的确就是因为 徐志强的故事 还有家人的支持 其实我没有去做下这些事情 而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说是 非常有关联的 徐志强的故事 对我来说 是非常有关联的 那个关联 会让我知道说 我不应该那么的冲动 不管是在价值观的判断上 我必须要静下来 其实好好去思考一下 其实先不要那么的快 去给一个刻板印象 会去好好的 有没有真的有没有一个时间 去理解彼此 这件事情 我还是觉得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在法律之前 甚至于法律 犯犯了罪行之后 我们真的有没有那个时间 跟那个能量 好好的去理解一个人 我觉得那个东西才是 最重要的价值 应该还是 才是说最重要的练习 大家其实就只是在这种 素食文化下 如果马上就是要去判定人有罪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其实不会有任何对话的可能性 虽然是徐志强的故事 虽然是一个法庭的议题 虽然是一个司法的议题 但事实上他跟我们的人 每一个环节 不管你刚刚谈到结婚离婚 甚至我们对很多事情的 科版印象价值观 事实上都是息息相关 我想这也是小季 这部片子要给我们带来更多讨论的一个地方 今天非常谢谢小季来接受我们访问 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个案子 也了解这部案子背后 有更多需要去讨论的这样一个范畴 一些需要关注的点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礼拜祝福再会 拜拜 我不想再说 我以后 最动力是原自谋 万千走 继续带去梦想 跳动的心是你有重来的机会 我的爱